我如果有在那邊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跟我媽媽一樣 因為它的煙就這樣穿出來 還沒人在那裡你知道嗎 他們都在外面開槓 我就想說奇怪 三台監視器看 我媽媽是早去哪裡 鄭小姐說到家裡80歲的媽媽 因為高齡加上聽力認知退化 煮飯之後就外出 差點釀成火災 回想起來人就餘季猶存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數據顯示 截至上半年 全國火災事故達9800件 住在火警就佔6成 而台灣65歲以上高齡獨居長者 就有56.9萬人 當火災發生時 銀髮族避難時間就得拉長 老人家有時候譬如說糖尿病 或者是神經上面的一些退化 它的確就是對於溫度覺跟透覺 其實是沒有那麼敏銳的 還要適度的做出一些因應 譬如說有可能假設肌耐力不足 就是後續比較大的一些 生命財產上的威脅 我們放上去窗戶的地方 感謝台灣英飛靈 以及守護者聯盟 從事半導體及物聯網領域的 英飛靈科技 投入工藝 捐贈100組CO2環境偵測器 及200組的火災預防毫米波雷達 即時偵測 就能聯動保全 及鄰近的消防單位 我們希望可以共同來改善 弱勢團體 還有長期居住在這個 護理機構的高齡者 相關的安裝的室油跟費用 那我們就會由這個協會來選擇 定期募到一定的社會資源 我們會在我們的網站上 會列出一個申請的措施 目前我們裡面評估 第一65歲以上的獨居老人 或者是說兩個65歲以上的獨居老人 但是有一個身心障礙是比較不便的 那這些條件其實我們認定相對寬鬆 面對台灣超高齡社會的進程 企業投入智慧偵測設備 提高弱勢和高齡族群 居住環境安全 降低漢市發生的機會 人機危機增加兩海謠 台北超報導